2010年的春天,我来到若尔盖大草原写生,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个故事,一个关于狼王的故事,狼王被盗猎的牧民抓到残忍杀害,狼王的妻子每夜都在草原上嚎叫着呼唤丈夫的归来,最后绝望的母狼吃下毒耳,殉情自杀,留下了一窝狼仔,牧民告诉我,那些小狼仔也许已经被吃掉了,也许现在还有存活的。 于是我踏上了一望无际的草原,找到了狼王的窝,在狼窝里看到了唯一活下来的小家伙,看着他清澈的眼睛,我不知道我能为他做什么,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让他被吃掉,我决定把这个小东西带回成都,我要救他。 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,格林,失去父母的格林从此就有了家,而我,就是他的妈妈。 格林很有灵性,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有狼出现的镜头,他都会寄精会神,看到狼失去亲人的时候,他也会情绪低落,但是格林又具有狼的野性,才几个月大,就自己学会在池塘里逮鱼,抓乌龟了。 当然,他和我们家的小白一直都不能和睦相处,这也是我最头疼的地方。 格林很幸运,他活了下来,但是有一天,他走丢了,格林是一匹狼,一只狼走在城市的街道,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 也许你会觉得狼会对人造成危险,但是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格林,人才是最危险的。 我惊慌失措地寻找格林,当我找到他,我只恨自己太疏忽,如果被发现,格林只能去动物园,过被世人观赏永无自由的生活。 不,我不能把格林送到动物园,我要给他自由。 我和丈夫一起离开了城市,回到了大草原,格林真正的家,我开始教格林捕食,抓不到塔兔,就先抓老鼠。 格林是狼王的孩子,骨子里带着狼的野性,格林很快地就适应了大草原上的生活,一切似乎就这样很顺利地进行着,但是在一场冰雹之后,我得了废气肿,我强撑着想要熬过去。 格林看到我卧床不起,将自己藏起来的猎物挖出来给我。 傻孩子,你以为你把你最宝贵的食物给了我,我就会好起来,这个病是会死人的。 无奈之下,我只好跟着丈夫回到城市去看病,只有我好了,我才能带着格林回家,回到他真正的家,狼群。 当我们再一次回到草原,见到格林,格林已经和一群牧羊犬做起了朋友,学会了狗叫,习惯被人喂食,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匹狼。 儿子,你是一匹狼呀,你是要回到狼群的呀,你怎么可以学狗呢? 你忘了吗,你小时候还会抓鱼,抓老鼠,现在只会躺在地上打盹。 不行,你必须回到你该去的地方,那里才是你的家。 为了格林重返狼群,我和丈夫来到了大自然的最深处,寻找狼群。 一望无际的旷野,一待就是半个月,在路上格林找到了自己原来的家,一个狼洞,格林的狼母亲就是死在这个洞里。 狼群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找到的,为了帮助格林找到狼群,我决定打持久战,找牧民帮助我们盖了一个小房子,暂时定居在了这里。 为了让格林尽快适应狼的生活环境,我尽量地让格林出去捕食,不再喂养他。 这段时间,我们依然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,还会在一起唱歌。 就在这时,终于出现了一只孤狼。 儿子,你回到狼群的机会来了,快去吧,加油孩子。 格林走了,我以为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同伴,可是第二天,格林一瘸一拐地回来了。 当我看到格林的时候,我的心都碎了,独狼没有要他。 制好了格林之后,我和丈夫依旧为了格林重返狼群而继续努力着,而距离狼群集结的时间越来越短,格林必须要在这次集结结束之前加入狼群。 不然等到第二年,没有一个狼群会接受一只成年的公狼,格林就彻底失去重回狼群的机会了。 而这个时候,有些居心叵测的以杀狼为生的牧民开始想要抓走格林,可是格林从小跟人生活在一起,丝毫意识不到危险的来临。 看着不知道危险来临的格林,我第一次哭了,一边哭着一边催促格林快跑。 在零下几十度的荒郊野外风餐露宿的时候,我没有哭。 废弃中生病到快要死掉的时候,我也没有哭。 可是当格林意识不到危险,有可能因为亲近人而死在人手里的时候,我哭了,我感到深深的无力。 孩子,我该怎么办呢?我该怎样才能让你明白,人才是最危险的。 为了保证格林在回归狼群之前,不被人类打死,我听从善意的牧民的建议,去活佛那里求得了护身符,给格林带上。 我希望人们可以善待格林。 虽然我很清楚,活佛的庇佑只对有信仰的人有作用,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。 儿子,妈妈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。 冬天到了,天气越来越恶劣,大雪封山,食物没法供给。 我和丈夫几乎断了粮食,只剩下一些压缩饼干。 但是我发现了格林买起来的猎物。 我知道我不应该打格林食物的主意,但是我们需要食物熬过这个冬天。 我用自己唯一的食物压缩饼干,换了格林的食物。 按照常理,狼发现自己藏的食物被偷之后,就会改变埋藏的地点。 但是格林并没有,因为他知道,自己的妈妈没有食物吃了。 几天之后,我们终于发现了狼群的踪迹。 我带着格林寻找狼群的踪迹。 格林在发现冰面比较薄的时候,想拉住我。 可是我没有看透格林的意思,还是在冰链上崴了脚。 格林竟然越过山头,给我牵回了一匹马。 谢谢你,格林。 我曾经以为你是一只幸运的狼。 现在我终于明白,我才是最幸运的那一个。 我拥有了世界上最宝贵的爱,那就是你的爱。 经过了漫长的探寻和等待,我们终于找到了狼群。 这对格林来说是重返自然的一个机会,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。 但是当我让格林冲远方的狼群狼嚎的时候,格林却退缩了。 也许他知道,他就要离开了。 也许他明白这次分别的意义。 孩子,你是属于草原的,你的父亲是狼王,你应该回到草原去,过自由的生活。 我不能让格林放弃这唯一的一次机会,我开始带着格林一起狼嚎。 我的孩子格林终于回到了狼群。 在除夕的那一天,格林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狼群。 我在格林回到狼群的十几天之后,在镇上看到了出售的狼牙和狼皮。 我的内心又一次被刺痛了,我决定回到狼山去寻找格林。 我想看看他,只要他还好好的活着。 原来盗猎者为了金钱,将狼山上的狗都打死,将狗牙拔下来当狼牙卖。 二十天之后,我们终于找到了格林。 而格林已经能够跟狼群很好地生活在一起,和狼群一起打围首链。 格林也终于知道了,人不全是善良的。 格林十个月大了,我终于又一次见到了格林。 我知道这次相见之后,也许就是永生的离别。 孩子,你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草原,这才是你真正的家。 如果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,我想,那就是自由。 愿你的人生喜怒哀乐只为自己,愿你的人生毫无羁绊,一路花开。 我是娘子,最起码有我爱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